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戴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你好 繼續分享一系列婦女怀孕期經常遇到的問題 如何用同類療法去做處理 今次提到在分娩前的準備 应该有什麽療劑可以幫忙呢 在我的处理过去40年 處理過很多很多孕婦的問題 包括初初代不孕 懷孕後就幫他安胎 最終快便要分娩 通常會叫我 有什麽可以吃得 有什麽療劑可以食住酸 同類療法是有這些工具可以幫助病人 在懷孕前一個星期可以用的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最近也聽過有一個朋友的個案 他最初就有朋友想請教我一些東西 我說好 有什麽問題呢 他就請教我 我有什麽辦法呢 可以30元輸血的時候 我就可以避免那些人 打過疫苗針的人的血 他跟我說 第一我沒有辦法去做 你最重要到時還要問你那個 幫你折生的醫生 又說明我不要輸那些人的血 我問他為什麽你要經常想輸血呢 原來他過去兩次 他都希望是自然生緣的 結果就是浸痛了四十多小時 然後大量出血 大量出血 結果就開到兩次都是這樣 那我說原來這個問題 可能真的可以這樣出現 他就問我怎麽處理 其實我說 其實你可以用療劑去準備身體 他就說我試過了 不過不行 但問題是 你怎麽處理 用哪隻療劑呢 療劑用得對不對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方面 我的病人通常都會 在能分眠 會要求我開些療劑 通常在分眠前一個星期 我開始給他了 我叫食師用過什麽呢 就是用那個生金車 生金車在這個階段 可以用高分能的 例如10m 我通常用30m 200m 但可以用到很高分能的 就先吃著 就是每天吃一次 在前一星期就開始吃了 通常可以減低乳傷痛和流血 分辨時流血的情況 這是第一 第二个療劑我會介紹他們用的 就是黑星環 大家都聽過英國王子查理斯 出生的時候 英里王遇到難產 查理斯王子生不出來 準備開刀 結果英國王室的同學療法乳醫 就開了一個療劑就是黑星環 通常是幫助子宮收得强些 黑星環通常是處理子宮很弱 因為肌肉收縮的弹性很軟弱 即是不夠力推出孩子的 黑星環幫助子宮收縮的力度 讓子宮收縮的力度 可以生得順利一些 這是第二个療劑 第三個療劑是草藥 我通常用草藥 就是Melifolium 但當然可以用療劑也可以 西洋奇草 是YALO 英文叫YALO Melifolium 這是多方面的流血 不同的流血也好 不同的流血也可以用 所以尤其是你過去試過 三十一劑的時候 經常大量出去 肯定你可以用療劑或者草藥 Melifolium 西洋奇草 這三劑都是很簡單的 非常安全的 值得所有人父在產前 用一個星期左右 就開始用 是 這是準備分娩的時候 當然可以在預產前 一個星期開始 每天用一劑 用一劑 但在分娩的過程中 隨時都拿在手上 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再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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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急性的用途上 它即時可以發揮 如果配合合以後 就可以即时發揮到公悠 令到分娩的過程之中 非常順利 亦不會影響得胎兒 及其他方法 都不會令胎兒帶來不良的效果 所以疗劑經常要準備好 随时可以使用 陆创意健康店已经准备了很多有用的提及的疗剂 让大家放在家,随时可以使用 多谢今天的分享,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有关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了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可以上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订阅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